上班时间 车水马龙 安和路烫金地段 上班族商务客众多 吸引不少旅馆业进驻 尤其从吸引安和捷运站走出来 不到一分钟的路程 就移动物龄三十九年的七层楼商旅 全庄约六百一十二坪 近期以九点二亿元被卖出 单看地价每坪八百零七万元 但是买下这间精品旅馆 为了要面对隔壁就是这栋荒废 超过三十年的芝麻酒店 一楼铁门深锁 外墙斑驳 还被划上不少涂鸦 宛如鬼城的大楼 离这栋精品旅馆不到五十公尺 外船卖方正是北市大地主 幼华交加 而买方背后则是智荣建设 就是看准读耕为老效益 幸运路应该不会吧 不很宽啊 而且这捷运站又在旁边 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因为看到这个 可能就不太敢再往里面走吧 这个可能要形象先建立起来 会比较好 以他在仁爱跟敦南这个区块来讲 以八百多万的土一单价来讲 事实上并不贵 安和路一段 他本身就是一个纯住的商权 然后他学区也很好 双仁爱学区 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以后规划上面 我觉得应该是住宅的规划会比较好 旅馆饭店产权单一 近年来成为建商抢买标的 除了安和精品旅馆 去年还有位在中山区 万华区的饭店 同样也以破译行情 被开发公司一举买下 进行改建重新推案 旧家大地主将老旧旅馆 卖给了建设新买家 无论是住宅或是商用混合 都将有可观效益 不过隔壁废墟大楼 恐怕仍是房价一大隐忧 三圈划说品刘富池台北报道